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维积分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来介绍 偏导数的顺序交换 偏导数的顺序交换 这就是Clerot定理 那么我们把它的内容 跟各位同学做一个介绍 一个双变数的函数 假设它的偏导数 这个是对X偏为对Y偏为 注意到这边这两个 这个是先对Y偏为后 再对X偏为 这个是先对X偏为后 再对Y偏为 只要是它怎么样呢 在一个点X0 Y0 它的一个neighborhood 我们叫做open set 围绕的这个周边的内部 都是连续的话呢 这个可能可以很小 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的说 这个二阶偏导数 顺序是可以兑换的 那么我们等一下来做一个 反例的练习 那么正面的地方 我们就不正了 这个是要到高等位积分才来做 那么我们等一下的话呢 我会举一个例子 来证明它说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做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符号 跟各位同学介绍 因为这个是写的比较麻烦 我们把它这样的写 这partial F partial X的话呢 是对X偏为 我们这边的话就做了一个小的X 这是Y 那值得注意的地方是 这是什么呢 这是先对Y了以后再对X 那么我们是这样看的 先对Y再对X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写了 要注意哦 先对Y再对X 先写Y再写X 跟这个的顺序 刚好不太一样啊 这也一样 这是先对X再对Y 那这边就是先对X再对Y 好 那现在我们做好了准备以后 我来举一个例子 让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基本上来说 我们所碰到的 大部分的这个双变数函数 都是可以兑换的 但是只有少部分 一些很特殊的例子 才是不能兑换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个例子 不可交换的例子是这样的 这个函数的分母是X平方加Y平方 所以它不可以同时为0 那么它这边怎么定义的呢 它定义的是 在00的那点 它的值是0 其他不是在0的那点 它定义成这样子的一个函数 那么它要我们证明什么呢 证明这是先对X再对Y 这是先对Y再对X 这两个把那个0带进去 答案会不一样 那么首先我们就来先对X来偏微 不过这是因为这是一个分式 上面跟下面 这边又是相乘的 看起来很麻烦 我们不如把它盛开 这样子的话呢 做起来的话呢 等一下我们要微分的时候 会稍微方便一点 我们把它写出来了 X平方加Y平方分之 X三次方Y 减掉XY三方 好 那么我们就开始来对X偏微 X偏微的话呢 是这样的 假设XY是不等于 不是在0的这点 那就是这个函数 我们要对X来偏微 好 现在的对X偏微怎么做呢 这是因为是分式 我们看这边 我们的微分的技巧 就是底下平方 上面微分 下面不微 来写下去啊 下面的平方 我们看到这边 上面微分是什么呢 要记得 也是要对X来偏微 所以是3X平方Y 减掉Y三方 我们要视Y为常数 然后上面微分 底下照超 减掉上面不微分 底下对X来微分 好 我们现在把它盛开 然后做整理 那我们这边已经整理好了 那我们写下出来 是这样的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考虑的是什么呢 我在考虑的是 当X是0的时候 对X为分之后 当它X是0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Y不等于0 可不可以直接带呢 可以带 来各位同学看 当X是0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就是0 没有了 X是0 当X是0的时候 当X是0的时候 我们这边就可以消掉 把这个0 这个能够当做0 所以剩下什么呢 底下是Y的四次方 上面是负Y的五次方 所以变成负Y 我们前提是什么 Y不等于0 因为00的话 这个地方是 它没有定义的 要记得 好 那我们继续做 记得了 这是对X来偏微 这个的结果 现在我们的继续做下去 就是对Y来偏微 当然我们也是在 不是0的这个点的 这个地方来做 对Y来偏微 那么一样的做法 我们也是要用分式的方式 上面 底下平方 上面微 上面微是对什么呢 对于Y来偏微 对于Y来偏微 这边就X三次方 这边是3X平方 Y平方 这边我们就不赘述了 这边的话都是按照 除法的微分公式 那么上面做一个整理 我们得到的是什么 这样的结果 好 这是一次的偏微 那么我们对于Y偏微后 另Y等于0 X不等于0 好 另Y等于0 X不等于0 会怎么样 Y是0的话 这边就没有了 这边是没有了 这边是没有了 那这边是 底下是X四次方 上面是X的五次方 所以它是X 这是在什么前提 X不是0的前提 我们做好准备以后 来我们就开始 可以准备证明 二阶的了 现在我们已经做了准备了 这是刚刚我们证明出来的结果 已经计算出来的结果 现在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的目标是算的是 对X偏微后 再对Y偏微 然后再带0这一点 那么依照我们的定义 对于Y来偏微 现在我们就直接就写了 对于Y偏微的话 这边是X已经围过了 所以这个函数是用这个带 然后这边的话 是X是固定是0 然后Y的话是一个变数 但是什么呢 这是个变量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量 这就是我们导函数的定义 0,0 各位同学要知道 这是导函数的定义 好 那现在我们再继续看 我们遇到了一个麻烦了 F对X偏微0,0是多少 这个我们也可以直接算 从这边算起 因为在0,0的这一点 那么我们就来计算它的导数 来我们来看看 那这个00是多少呢 这是limit F这边是对X偏微 那这边就原来的X 00那这边是deltaX X去精灵 这就是我们导函数的定义 再来看 F00它有没有定义 有 00是多少 0 那么deltaX0呢 deltaX0不是00 那就是带上面了 带上面你发现 Y带0的话是多少 上面是0 底下不是0 所以这边一定是多少 是0 我们直接写了 就是0 是0了 那我们这边就知道它是0 那这是多少 我们带的是这个 这是多少呢 负deltaY 那么现在不论deltaY区近多少呢 它都是负1 所以我们得到了这个结果 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部分 FYX YX就是对Y为分后 再对X为分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的定义写下来 这边的函数就是对FY了 这边是FY已经做了对Y为分后 然后这边是deltaX趋近于0 这边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这个地方有问题 这边我们还没有 我们还不知道结果 我们再从这边开始再做一个 对Y来偏尾的话呢 就直接就按照定义的话呢 就是Y这个地方增加一个量 对F而言是这样的 F00我们知道它是0 那么F0 dataY是多少呢 0 你知道了X是0 一律都是0了 那底下dataY没有问题 它是不是0 区近0 所以它是dataY分之0 那就是0 这边就是多少呢 就是0 这边是0 那我们知道这边就是0了 各位同学知道这是0 那么现在我们要带什么呢 带这个 这个我们要带的是deltaX 上面是deltaX 上面是deltaX 所以它永远永远都是 正一 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两个不一样 有没有看到了呢 所以这是一个还不错的反例 告诉我们说 这个偏尾分 对X偏尾跟对Y偏尾 这两个顺序不一样的 不过大部分都一样了 那这个题目是让我们练习 这个有这个反例的一个练习而已 那么我们刚才介绍的那个 两个不能够兑换的那个例子 我们把它画出它的图形来 让各位同学介绍 那个图形是这样的 方程式是这样 那图形画出来是什么结果呢 这个这个的话呢 中间的这个点 我们原来的话呢 看起来这叫做安点 是settle settle是什么意思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 它是一个相对高点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它是一个相对低点 那么为什么叫做dog saddle呢 因为它这个地方有 可以 这并不是把这个settle 放在狗的上面 是狗的话呢 有四只脚 它可以把它画在上面 它有四个弧度的 那么画了这个四个脚的 的这个安点的话呢 这个应该说是 画了四个脚的 unsettle surface的话呢 我们来看看三只脚的是什么 叫做monkey saddle 这个我们在前面曾经介绍过 这个就是monkey saddle 为什么叫做monkey saddle呢 是两只脚跨下来 后面还有一个地方 可以放尾巴的 这叫做monkey saddle 那么这个dog saddle的话呢 这个图就是我们很经典的 不可兑换的一个反例 我们这个单元介绍的是什么呢 片尾分的顺序 可以交换的条件 这就是所谓的clero定理 那么注意的是反例 这个反例非常有名的 叫做dog saddle的一个反例 那么这个证明的过程 我们要熟练什么呢 导函数的定义 我们用了好多次的 反复的使用导函数的定义 那么这个结果 我们又有用到 在哪里呢 在向量的微积分之中 有一个格林定理 就要用到双 这个两个交换了以后 要相等的一个结果 就要用到双